日本的出租车大叔中午都吃些什么 今天我们继续看一看 这一板出租车真的贵啊 这大板大叔领我来到了这家店 他说他经常会和家人来这里聚餐 在日本这种进门就要妥协的店真的很多 这位大板大叔今年55岁 开始司机生涯才5个月 前20年他一直从事的是餐饮行业 在日本不管多热 司机都会穿成像他这样西装革履 大叔说中午吃饭只能选一些没有气味的饭 他身上有味道营养成客 他点了一道乔麦面加青鱼寿司 这能吃饱吗 说实话 这些日本料理味道真的很淡 但是感觉很养生 不到了10分钟大叔就匆忙的吃完饭赶回去上班了 在日本像这位大叔坐司机 每天要上板20个小时 中间休息3个小时 一个月要上12天 一个月的话25W左右 为了养家户口 为了养老 这位大板大叔计划干到75岁 在考虑退休 在日本 普通老百姓都会这样规划自己的生活和工作 大家觉得怎么样呢 将有推荐指数